张居正病倒了 临终前 万历皇帝含泪握着张先生的首亲切说道 先生之功当与国同修 无他为看顾先生子孙儿 张居正用历史证明了他的家族却已与国同修了 而万历帝却并未实现他看顾张家的诺言 张居正去世两年后 万历帝下令查抄张居正家产 照例一下 张家所在的地方官府就奉命将出口全部堵死 而张家的人就这样被堵在了家里 十几天后负责抄家的锦衣卫姗姗来迟 而被困了十几天的张家人 已有十七人被活活饿死在家里 可张家惨壮 没让抄家官员有恻隐之心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张家万劫不复 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掌舵大名十多年的张居正 全部家当只有不到严松二十分之一的家产 之前还不是张居正一个人的 而是整个张氏家族的 如此结果 万历帝不满了 于是一轮轮言行拷问开始了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纷纷遭殃 大儿子张静修在被言行拷打后 不堪其辱上吊自杀 三儿子张茂修也在悲愤中投井自杀 被救下后又绝食自杀 却一直没死成 而张居正其他几个儿子也纷纷遭殃 官职没了家产没了还遭遇充军厄运 女性的结局也极其凄惨 到了最后万历皇帝甚至要开张居正的棺材 以发泄愤恨 崇祯年间 这个亡国之君终于想起了张居正的好 感叹地说 俯必思将临 而后知的雍相摆 不若得救食之相一也 为此 崇祯皇帝还特意颁旨 复还张居正的因奉及告命 在这迟来的皇恩浩荡下 张居正的子孙们纷纷从流放之地回归荆州故土 明史记载 1644年 崇祯十七年 张献忠的部下打到了张居正的老家江陵 强迫张居正第五子张允修出来做官 张允修不从 自杀 他们遭遇数十年厄运 都认为官场险恶 从此立志不再做官 而是恪守祖训 耕独传家 从一个显赫的家族 变成了一个田园木戈的家族 唯有张居正曾孙张同场 做出了不同选择 那就是继续效忠摇摇欲坠的明朝 朱东润在其书张居正大传的最后面 提到了张同场 他说道 他的祖先张居正也曾手握权力 然后整顿国防 想要让这个国家重新走向强盛 因此 在张同场的身体里 存有祖先的报复 但是奈何 如今的明朝 就只剩下残兵败将 永历五年11月17日 孔友德将坚持抗清的张同场押往刑场 临死前 这个张居正的曾孙依旧风采卓越 他衣冠整齐 昂然战力 英勇就义 岁月轮转 后人写了首名为赞章同场时 一世其男子 江陵中列章 张居正1582年去世 而其曾孙章同场1650年训国 毕经四代人60余年 张居正的身后 始终于缓缓落下帷幕